从没见过这么坏的校长 学生考试分处低 他就拿自己学生做黑暗实验 他找了一名能操控人记忆的学生 给这帮学渣洗脑 美其名曰 让笨蛋变得聪明 但实验却失败了 学生纷纷口读白沫 在地上不断地抽搐 而像这样的学生就有十几个 最后都成了脑死亡的白痴 终于有一帮超能力的学生 要反抗校长的统治 本期是天载班低级的大结局 非常精彩 大家先点个赞 我们从头讲起 这是一场超能力的比赛 谁抢到的班辉最多 谁就胜利 没有班辉的同学呢 就要被开除 比赛开始 小T和小美组队 小T不愧是学霸 在发的资料里 破译了二进制的代码 原来是Lite的一次 小T立刻跑到教室 踩着凳子 一个大跳 拿到了藏在灯上的一枚班辉 双胞胎兄弟中的哥哥 去杂务室找班辉 一进门就撞到了头 倒在地上 原来门框上忽然多了一根棍子 她正懵圈时 小明悄悄走了过来 拿走了她的班辉 然后撒腿就跑 小美拿着维维的包 要用包换她的班辉 维维都聪明 直接把班辉扔了下去 然后拿包就跑掉了 维维可是有重要的事要做 小美好不容易在树上找到了班辉 却遇到了双胞胎弟弟 要抢小美的班辉 她这个表情 不知道的还以为要劫色 关键时刻 忽然她捂住了自己的脖子 原来小T召唤出最暴力的人格 直接掐住了双胞胎哥哥的脖子 由于两兄弟有感应 所以成了这样 小美轻松拿走了弟弟的班辉 刚打在手里 忽然班辉自己飞走了 随后空地上出现脚步声 草丛也开始动 原来是小明用控制空间的能力 顺走了小美收集的两个班辉 这场比赛对阿庞最不公平 因为她的班辉 在比赛之前就被班主任拿走 眼镜妹和小明为了阿庞 要多收集点班辉 校长那边再向教育局的局长汇报工作 校长表示 这一阶的学生非常优秀 希望上去给学校不款十个夜 局长有些犹豫 此时阿庞和韦韦呢 必须争分夺秒 要从班主任那里拿到资料 然后向局长举报校长的恶行 所以抢班辉的测试 两人无心参加 在学校仓库里 班主任只把重要的文件 一张一张地放入火炉 但班主任似乎对这里 有错乱的记忆 她使劲想 头却疼得厉害 忽然 仓库大门被打开 阿庞出现在班主任的身后 阿庞对决班主任 第二轮开始 班主任迅速打响着 阿庞呢 抢先一步 打翻了截拍器 班主任明白 自得已能被阿庞发现了 这样就能难住班主任了吗 之前她从口袋里 掏出了手机 一个电子截拍器被打开 她再次打响着 竟然还有这招 阿庞再次被定格 班主任把手放在阿庞的头上 正想消除阿庞记忆的时候 她发现不对劲 阿庞的耳朵里塞着耳塞 原来阿庞通过监控回放 看到了截拍器 而且知道还得靠声音 听不见声音的话 就不会被控制 阿庞突然伸出手 抓住班主任的手臂 还没说完 却被班主任挣脱 为了威胁阿庞助手 她马上就要把红色的文件 放入火罗 阿庞问她 难道你真的不想知道 校长做过什么坏事吗 班主任却不明白 阿庞在说什么 她似乎不知道 文件带领内容和自己有关 难道班主任故意抹去了 自己的记忆 阿庞一再请求班主任 打开文件 班主任似乎也想了起来 她捂着头 记忆的碎片 不断在脑子里闪现 她痛苦万分地跪在地上 阿庞趁机抓住她的手 班主任渐渐回想起所有的事情 五号学长和班主任是好朋友 五号学长超能力是数学 而班主任开始时并不能很好利用自己的超能力 是五号学长帮助她 还把她的超能力汇报给了校长 希望能深度挖掘班主任的能力 爱惜人才的校长对班主任十分的重视 最初的时候用小白鼠和小猫咪 让班主任控制他们的大脑 班主任也没有让校长失望 为学校获得许多荣誉 成了校长的骄傲 校长为了追求极致 找来几名考试成绩差的学生 让班主任给他们洗脑 控制住记忆 直接灌输资料 美其名曰 让笨蛋变聪明 拿成想实验失败了 学生瘫倒在地上 口吐白沫 全身抽搐了起来 其他十几名学生也是如此 班主任无力回天 这些做实验的学生都脑死亡 变成了脑瘫 班主任良心发现 要和五号学长 一起揭发校长的罪行 他们收集了大量学校的黑料 就在五号学长 把文件都放好的时候 保安冲了进来 把他按在椅子上 然后用绳子捆住 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叛 是一种什么感觉 五号学长被校长抓住 捆在椅子上 随后他最好的朋友出现 原来是班主任背叛了他 五号学长质问班主任 为什么要这样做 班主任被自己辩解 一旦大家发现是我做的 所有人都会指责我 我的前程就毁了 我的人生也就毁了 如果是你 你愿意吗 五号学长一正严实地回答 为了正义 我愿意 班主任依然死心不改 表示 为了你所谓的正义 就要牺牲我的前程 最后你会成为 大家眼里的英雄 而我呢 会被众人唾弃 五号学长说他不会的 但班主任呢 根本不相信他 校长在一旁煽风点火 更加紧领了班主任的想法 节拍器开始摆动 班主任把手按在 五号学长的头上 消除了他的记忆 因为比较内疚 班主任消除了自己的记忆 但内疚啊 并没有让班主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仍然坚持把文件丢入火炉 阿旁上前阻止 争夺之间 文件散落一跌 班主任捡起了一张学生简历 知道了真相 原来 五号学长为了保护班主任 把班主任的资料换成了他 独自承担一切罪行 良心发现的班主任崩溃了 失声痛苦 他把文件交给了阿旁 薇薇把资料传上云端 随后班主任提醒他们 要小心校长 他比任何人都可怕 另一边 小明智商爆棚 收集了最多的班徽 眼镜妹手握阿旁和薇薇的班徽 他看见他们走进了学校仓库 眼镜妹找到阿旁 他们带上了班徽 眼镜妹发现阿旁要做的事 他哭着求阿旁不要去 不仅有危险 而且一定会被学校开除 但阿旁呢 为了心中的责任 必须去 两人拥抱告别 阿旁站在会议室的门口 带上了曾经八班的班徽 在会议室里 校长狮子打开口 要十个夜 教育局长并不买账 这时 忽然 多媒体失灵 随后灯泡闪烁 电脑被黑 评论上开始播放学校的黑料 插声被天才学生推下楼 校长却包庇天才学生 把插声当做小白鼠 给天才学生做实验 把他们都变成了脑瘫 学生也被分为369等 绝对特权 而普通学生呢 只有被欺负的份 然而 这一切的视作俑者 都是这次学校的校长 局长和所有的领导 都震惊地站了起来 随后灯光亮了起来 阿旁走进了会议室 所有人对阿旁鼓起了掌 阿旁的反抗成功了吗 这个男生太胆大了 当着所有领导的面 揭发校长的罪行 领导为阿旁鼓掌 又转身向校长祝贺 校长满意地点头 好像他才是赢家 随后 微微控制不了电脑了 校长屏幕恢复了正常 他向领导介绍 阿旁和微微呢 是最优秀的天才学生 刚才的操作 是他们超能力的展示 微微有控制电脑的超能力 阿旁呢 拥有控制变意识的超能力 校长的会议完美落幕 长下掌声一片 原来 阿旁的计划 早就被校长知道了 他反手利用了这一切 这时 阿旁终于爆发 教育局怎么能容忍 这样的校长 祸害学生呢 然而 领导却讥讽阿旁 随后 局长同意了校长 十个亿的请求 原来 教育局早就知道 校长的所作所为 保安蜂蜂而上 抓住了阿旁 阿旁发动超能力 命令所有的保安 去抓校长 但没想到的是 保安还没有走到校长身边 校长就说了一句 不要听他的 去抓他 所有的保安呢 竟然全部折返了回来 原来 校长用和阿旁一样的超能力 而且校长啊 根本不需要接触身体 就给供之边的抑制 阿旁被保安制服 这就结束了吗 当然不是 阿旁还有另一个杀手锏 那就是让教导主任 消除所有天才班学生的超能力 主任就给天才班的所有学生 注射了消除超能力的世界 韦韦刚一下楼 就被主任插了一针 这时阿旁也逃出身管 直接注射进自己的身体 这一下 所有人都变成了普通学生 天才班就不复存在 而校长啊 却阴森而淡定 原来消除超能力的世界 根本就不存在 里面只是一些维生素而已 阿旁难以置信 他精密的计划失败了 这样还是老的辣 随后呢 校长把天才班的所有同学 都叫了过来 校长让大家选择 只要有一个人 愿意放弃自己的超能力 就可以取消学校的分班制 取消天才班 但却没有一个同学站出来 谁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超能力 阿旁彻底崩溃 计划抵不上人情的自私和贪婪 随后班主任被带了进来 他奋力挣脱 可校长呢 把手放在班主任的肩膀上 班主任就目光呆滞 走向了阿旁 把手放在阿旁的头上 班主任流着眼泪 消除了阿旁关于天才班的所有记忆 新学期开始了 阿旁呢 又回到都是插成的八班 他继续调皮导弹 逃课和好朋友吃饭 在食堂他再次撞到韦韦 他觉得韦韦十分熟悉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天才班的班徽倒在机上 阿旁捡了起来 深夜阿旁看着班徽 他发现班徽后面有个纸条 那是一张地图 他随着地图来到天才班的机房 诡异的是 他的指纹竟能打开天才班的锁 他来到一台亮智的电脑前 视频开始播放 是阿旁之前录下的 关于天才班的所有视频 这也是阿旁最后的大招 阿旁想起了一切 他相较是飞奔而去 所有的同学都在等他这个班长回归 个个都是期待的眼神 此时韦韦站起来表示 离开我们这么久 你准备好了吗 阿旁呢 随小发出自信的微笑 手里拿出了天才班的班徽 看来与校长的对抗 仍然要继续 本集完 本集是天才班第一集的大结局 本集问题简单而粗暴 大家还想看天才班的第二季吗 想看的评论区发三个一 评论超过一千条 我们马上就做哦 这集内容真心不错 拍出了谍战片的感觉 耳鱼我炸 而且反转不断 阿旁呢 从一个帕班的岔声 到成为天才班的班长 再到缜密的计划 这一只上 小翻了十倍都不止 阿旁留下的录像 真是太高明了 帮自己找回了记忆 估计阿旁自己抓住自己 说一个 让我恢复记忆 他的超能力 就应该能让他恢复 在下一集中 大家都升到了高三 特长班呢 会有高一的新生加入 跟学校的斗争 将更加的激烈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播了长按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收藏和转发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